记者黄建豪台北报道,行政院8月将推出新版月儿津贴,在此之前,要求各地方政府自行额外加码的月儿津贴给有退畅机制,才能让全台补贴的津贴一致,也遭地方质疑恐冲击选情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上午受访表示,非法定奖补助本来就应该要统一,但柯并位于当场承诺台北市会配合停发而津贴,台北市现行而津贴,是在每名儿童满5岁前,每个月发给2500元津贴。 柯文哲上午谈及此事时,他说,非法定奖补助本来就应该要统一,坦白讲,他一直对这个认为有问题,不要说什么,单看重阳敬老金,台北市市没发,各县市却有500,600,1000,2000到3000元等不同发放标准,就觉得很奇怪。 媒体追问,台北市是否配合暂停加码而津贴? 柯文哲回应,不是啦,非法定奖补助这件事情会牵涉到统筹分配款,应该是中央跟地方坐下来好好讨论一遍,这也是另外一个地方首长的困扰,也因为是非法定奖补助,大家就一直加码,后来就变成明明财政就不能负担,还判命加码。 柯文哲接著说,所以他以前算过,照有的现实这样发重阳敬老金,台北市应该一次发6000元,表示说,英文叫ridiculous,荒谬,他倒觉得这件事情,也是他心中的问题,有人提出来后,应该要拿出来讨论。 好,谢谢了好,谢谢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